開箱吃飯 開箱吃飯 靖哥, 我想問一下 蒸肉餅如何可以做到嫩滑爽口 首先一定要手剁 剁完之後, 用鹽去搓至起膠 然後會給生粉, 生粉很重要 如果沒有生粉就會很粗糙 而且會加一點水 以前蒸肉餅喜歡搓搓搓, 搓得很緊 現在喜歡鬆, 鬆軟的特別好吃 那蒸水蛋如何可以零失手 蒸水蛋的問題是有黃金比例 一定有湯和蛋的比例, 大概1.5 看看蒸什麼, 如果肉餅有水出 我們會少許水 星哥, 今天我們煮的是什麼 我教你這個, 高蟹鹹蛋肉餅蒸水蛋 看起來很高蟹的味道 對 今天兩樣配合在一起 你現在打算剁肉餅, 是嗎 對 這是豬肉, 把它剁成肉餅 通常是買免治豬的 對, 攪碎 攪碎 通常如果… 太多了 如果在我們一般街市買的 通常都會攪拌 是 但是我們要求高一點 當然要剁, 口感會比較好 而且剁不會把纖維全部攪碎 買回來自己剁, 反而是好一點 當然好吃一點 但是自己剁, 肉粒會大粒一點 會不會呢? 剁長一點就不會大粒 剁多久, 這樣剁長一點 但很快, 幾分鐘可以剁碎 所以我以前也不明白 因為現在街市通常是買攪碎 我的小孩很喜歡吃 人們說永遠剁是最好吃的 但是攪碎的, 出來是差一點的 攪碎而已, 纖維沒有碎 對, 這樣就沒那麼好吃了 肥豬肉還有一點粒粒粒的 好, 差不多了 這樣就行了嗎?這樣就行了 好 這個時候要搭起膠嗎? 對 要加點鹽, 像你這樣說 對, 加點鹽, 加點生粉和水分 其實我看你剛才這樣剁 大概用了三分多鐘左右 三、四分鐘差不多了 我們要加點鹽, 麻煩了 胡仔 要多少 一茶匙就可以了 一茶匙 再多一倍吧 好 要多一倍這麼多嗎? 夠了 對, 因為沒有鹽, 會不會起膠 用鹽來起膠嗎? 所有…其實我們疊蝦膠、魚膠 都是靠鹽的 鹽發揮的作用是讓肉黏在一起 會流出水, 會起膠 這個大約要做多久呢? 很快而已 我們可以加點馬蹄 你很喜歡加馬蹄, 星哥 蒸肉餅是有馬蹄的 你捉到它的… 我不是第一個喜歡的 你太了解我了 每個廚師都有自己喜歡的食材組合 對, 會融入進去 對 而且自己再變化 有時候馬蹄和肉很合適 還有冬菇 一軟一硬的感覺 也是最合適的 好, 我們可以加生粉 生粉, 來 生粉很重要 為什麼不一次過加完才加膠 好, 好 是不是這麼多? 這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加了鹽, 它會先令它起膠 我們搓勻了, 鹽… 再黏緊一點 不是, 鹽要拌勻一點 好… 加一些湯, 我們也是 這是什麼湯? 這是雞湯 但你不是加太多 以前有試過做肉餅 不過我沒有試過, 還敢起膠 我只敢加豉油、鹽糖、豆粉 現在這是一個好機會 你可以跟星哥嗎? 當然 加一點蠔油給我們 一點蠔油嗎? 好 好, 夠了 好 是, 為什麼要加了蠔油呢? 因為只有蠔油的鮮味 帶出了肉 出來了 肉出來的 我們現在這樣攪拌… 我看到它的質感又不同了 對 好像有膠質了 最重要的是那些還沒加進去 阿虎仔, 給我開個爐子 開個爐子 我們會安放一隻碟 是 我們要放進去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真的不用搓, 又不用很厲害? 就是了, 現在我們的蒸肉餅 喜歡軟滑的, 所以不喜歡搓得太厲害 需要加一點油嗎?不需要 本來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本來的肥膏真的是那些油嗎? 對, 沒錯 我們這樣攪拌好一點 是… 接著怎麼樣? 放肉蟹 你現在放肉蟹過去嗎? 是的 讓蟹的精華滲到肉餅裡 現在越來越聰明了 跟得你多, 星哥 他煮東西也很厲害 星哥, 跟得你多 好, 我也在想 怎樣把肉蟹… 我以為是把肉蟹攪碎 或者肉一起混在肉餅裡 不, 一定要一起蒸 把蟹的味道滲到肉餅裡 會有時間不一樣, 蒸的時間嗎? 一樣也可以 挺特別的, 這樣吃法 薄薄一點就可以快熟一點 肉餅又不怕 是的 還有你選擇這個是什麼? 這是高蟹嗎? 這是高蟹 真的想像你這樣做 自己做了肉餅, 買蟹回來 是, 洗乾淨, 弄好, 斬塊之後 就這樣鋪上去就可以了 是的 好 高蟹會比較漂亮 還有更甘香 我可以把蟹膏混合在肉餅裡 是的 本身也可以再香一點 我現在看你這樣堆砌下去 好像已經變成不是一個肉餅 是的, 本來因為肉餅比較平凡 是的 現在馬上變成名菜 化腐腦為神, 其實就是這樣 是的 食材全都是一樣的 然後怎樣加進去呢? 是否很漂亮 當然漂亮 現在像太陽花一樣 要不要最後把鹹蛋放在中間? 會… 待會 對, 就是鹹蛋可以放在中間 這裡的鹹蛋, 我們也要拍一下 拍一下嗎? 拍一下就快熟一點 不是很難蒸, 會熟 壓一下嗎? 不行, 爛掉也不太好 不行嗎? 慢慢小力 通常鹹蛋焦肉餅 希望你吃的時候有一個匙巾 這樣才會慢慢熟, 如果碎了就慢慢熟 就是用來攪拌? 對, 我們用陰力慢慢拍一下 對 但外面那些已經有壓扁的鹹蛋黃 可以嗎? 對 好,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不沽寒嗎? 一定 兩個 好, 放進去 好, 味道 我們現在先去蒸 是, 開了 是 好 大概蒸七分鐘吧 七分鐘 七分鐘就可以了, 這麼快 現在是否學做蒸水蛋的技巧呢 是, 我們調教水蛋 首先, 三隻蛋 我也要落足精神看 對, 這也挺困難的 然後放鹹蛋 鹹蛋白的 剛才那個 是, 剛好 現在是3比2了 對 這樣已經很鹹了 對 雞蛋再加剛才鹹蛋的… 蛋白 好, 蛋白這樣 對 加一點糖 糖, 好 會加糖嗎? 因為太鹹, 所以要加… 糖是這個 對, 半茶匙 半茶匙 還有一個秘密, 不知道是否知道 是個秘密… 秘密, 大家聽著 就是蒸蛋的時候 一定要有鹽或鹹蛋 這樣才會黏起來 因為永世黏起來 對 對, 你嘗嘗不加鹽 就這樣蒸, 它就像水一樣 最重要是加鹽 對 鹽很重要的 但我們有鹹蛋, 就不用加鹽 因為平時真的用雞蛋 不會加鹹蛋 那你一定要加鹽 對 那就是1.5的水? 對 水的份量較多了 對 1.5, 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個保鮮紙很重要 讓水不流下去, 蛋就很滑 就不會粗糙了 對 就不會皺皮了 對 好, 我們先打開蓋子 這個先打開 好 我們會把醬汁倒進水蛋裡 所以所有精華和肉香都放進去 對 令水蛋更鮮甜 你果然用盡了, 聖哥 這招很高聞 但你現在倒進去 還有一個過程 我們有預計了… 不要讓他停 蟹糕 是 對, 這些蟹糕 放進蟹裡 你正在點蒸, 聖哥 對, 滑龍點蒸 但這些是生的蟹糕, 是嗎 對 剛才是蟹的蟹糕 我剛才湯的蟹, 蓋了蟹糕 這麼多? 我只看到這裡的蟹糕 你已經用了多少隻蟹 兩隻 對 那隻蟹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但不用放任何調味料 蟹糕本身都是鹹的 而且整個菜都是鹹的 好, 接著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加蟹 再加 那些泡真的一點都沒有 因為我們先把它蓋出來 為何要蓋呢 我們要待會兒再煮才知道 好, 又要怎樣淋上去呢 對, 這樣淋上去就行了 當你以為今天吃肉餅就錯了 以為吃蟹又錯了 以為吃豬腿又錯了 原來有幾樣東西加起來 你這裡本身已經可以做三味菜 對 是否算是你自創?聖哥這個 這個…外面還沒有 有人分享你的秘訣怎麼辦 那沒所謂 聖哥只有一個 大家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是嗎 沒錯 這個現在蒸多久? 你蓋著 對, 蓋子又如何 另外還有蓋子 是 因為這些膏太熟, 太硬 我們現在先蒸5分鐘左右 虎仔, 我們可以加蟹蓋 好…我們開了 開 對, 這個蓋子就這樣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好 好 待會兒我們開了本來才蓋上去 好, 現在再蒸多久? 大概蒸5分鐘 5分鐘左右, 因為蟹蓋不能過長 對, 不好吃 會硬, 不好吃 開了 開蓋子 1、2、3 好, 再蓋子 好, 蓋子 好, 蓋子 好, 先蓋子 好, 蓋子 我們可以先蓋蓋子 蓋子 為什麼這裡會有一點點呢? 是豆皮嗎?這就是豆皮 對, 因為我們的保鮮紙不夠大 對, 蓋子太大了 最好包幾層, 是嗎? 對, 包兩塊, 包兩塊 包兩塊也可以 我們放蔥 怪不得不可以有水 好, 蓋子太大了 這麼快? 只是炸炸 炸一下 炸一下 好香, 很快 加蒸魚豉油 蒸魚豉油 一定要是蒸魚豉油 對 好, 倒在哪裡? 這裡已經夠了 夠了 用餘溫加油 夠了 拉在哪裡? 沒錯 不用在中間, 真彩 中間就是蔥香 我覺得最後星星師傅 你這兩下, 炸油也好 最好煮的豉油就是人家出外吃飯 有一個在這裡伴供你的 在你面前表演的那個 在你面前做的那幾下 就覺得… 真棒 這樣我們再加蟹蓋 好 這個就是高蟹鹹蛋肉餅蒸碎蛋 期待會 Lexington 爺爺爺爺的 致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